大家還記得嗎 今天的時候 北英女的這個歐老師 因為他批評了課綱 說是無恥課綱 結果馬上就被翻出來說 你之前曾經到香港 做過教育的交流 做過交流怎麼了嗎 這個是綠色恐怖又在擴大了嗎 因為現在被查的是誰 是里長 現在你看到 現在北蔣是約談了 41名的里長 里長為什麼要約談里長 因為他們去過大陸旅遊 看到了這徐曉星說了 這個奧布是不是又來了 因為在壽面的烏龍 搜索事件之後 現在檢調是大動作 約談了台北市 40多位的里長 只因為他們曾經去過大陸旅遊 而且是花自己的錢 去大陸旅遊 這樣也要被約談嗎 會不會太誇張 你們這根本就是 綠色恐怖 那講到這個赴大陸旅遊 結果被約 里長被約談這件事情 有數會也看不下去了 說你民進黨 立委候選人 議員支持這件事情嗎 尤其你們自己又不是 沒有人去過大陸旅遊 難道去過旅遊的人 都要被查一輪嗎 問問看民進黨 台北市這八位立委候選人 你們贊同司法這樣 對付里長嗎 而且呢 也有里長的出面海運說 自己到對岸非常多次 對岸也沒有統戰過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被查 又是什麼意思呢 而且呢 同樣看到 這個是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如 他就說了 你民進黨目的呢 就兩個 一個呢 是製造兩岸緊張 以及呢 讓里長產生 所謂的寒蟬效應 他就痛批 民進黨真的就是台獨組織 希望民進黨可以停止這樣子 喪心病狂的一個工作 那講到這個 就是因為 因為呢 你這樣一查下去 搞不好呢 就會對里長產生 產生一個寒蟬效應 說 喔 那以後就不去 然後甚至是說呢 就 停止這樣子一個行為嘛 那可是賴清德 他現在回覆說 欸你看夏立炎現在要附中 那你中國提前公佈 所謂的貿易壁壘的調查 結果 你這個才叫做 公然介入選舉 因為呢 任何貿易爭端呢 都要透過其機制來解決 那麼你在選前的時候 刻意這個時間點公佈 你就是想要介入台灣選舉 企圖影響選情 也呼籲國民黨啊 應該要公佈夏立炎 這一次的附中詳細的規劃 講到這件事情呢 看到了國安人士 是不具名的國安人士喔 他就說 你呢 這個就叫做 選前的空白脅迫 因為呢 在中共原定設定時間 是在1月12號 也就是總統大選的前一天 來公佈這個調查結果 結果呢 現在突然間就提早了 應該是覺得說 選前一天的話 這個效果是不太足夠的 當然呢 這個國安人士也沒有說 也是一個不具名的狀態 欸這個就有具名了 不過講的呢 也是讓人家黑人問號 這位是誰呢 農糧署的所長 他就說大陸貿易壁壘 調查成立這件事情呢 竟然喔 他就直接呼籲說 喔你們應該要 競速的民主化 應該要競速民主化 跟上世界潮流 跟上世界的遊戲規則 比較好 開始呼籲大陸說 你們應該怎麼做了 而且呢 另外看到這個 講到這件事情呢 侯友宜這邊呢 國民黨這裡呢 又有進一步的呼籲 直接五問 賴清德 哪五問 你要如何解決台灣出口 現在目前正在呈現的 衰退狀況呢 還有 你認不認同蔡英文所說的 ECFA是糖衣毒藥 好那如果真的是糖衣毒藥的話 那你要不要終止呢 還有呢 如何確保 現在農品出口不受到影響 尤其現在 已經受到非常多的影響了 加上現在國際觀光客 恢復率為何嚴重落後 其他的國家 你們這些種種行為 是不是只是想要抹紅 來掩蓋自己的施政無能呢 加上現在呢 美中台的關係來說的話 大選前一個月 現在美國是又在宣布 對台來軍售了 這個是美國國務院呢 是批准了 售台戰術的這個 所謂的指管系統 以完善台灣的 相關的系統呢 金額是需要94億元 那行政部門現在呢 是已經通知國會了 講到這個現在 不管是美中台 或是戰爭 然後軍事等一些狀況 如果真的發生了 上戰場的事情的話 那你願意上嗎 這個是吳欣穎在政大演講的時候 直接在現場提問的 那看到學生的回應是說 如果說願意上戰場嗎 義無反顧拚一次的人呢 是有29% 那我ok 你先上有28% 不要的人呢 也是這樣的29% 那麼要投降 雖然呢 可恥 對可恥 但是也是有用的 這個是這樣的15% 那接下來來看到就是說 那我們先問一下韓斌哥 你怎麼看說現在 不只是歐老師 因為那件事情去香港 現在又有41位的里長被約談 這是標準的綠色恐怖 那他們約談他們的理由說 是因為違反了反滲透 涉嫌違反反滲透法 所以要約談他們 他不過就是去大陸觀光一下 玩了一趟 就有這種事喔 那要不要以後明定 任何人只要跟中國人接觸 就是反滲透法 就違反反滲透法 要不要定這一條 你乾脆明令 你不要用這種去網羅民眾嘛 你就明定告訴大家 我們對中國大陸的原則就是 不接觸 不談判 不妥協 三部政策 然後大家都不可以碰面 老死不相往來 只有這樣子才不違法 你要不要直接就這樣定了 不然的話 你這個法在幹什麼啊 政府有規定說不能去 中國大陸旅遊嗎 沒有這個規定啊 沒有這個規定 那你現在約他要幹什麼 莫名其妙到極點 但是我其實喜歡他們這樣做 我真的很喜歡 選前你最好大批 不要只在台北市 中南部也多找幾個 因為據我所知 我現在跟檢方爆料 我跟你講中南部一大堆里長 都去過中國大陸旅遊 現在趕快去抓他們 很多人都去過 這樣自己也很多人去過 民進黨也一堆 把他們全部都抓起來 每一個都約談 所以要選前 趕快去做這個動作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以為他們在搞綠色恐怖 錯 你們這樣是在幫國民黨吹票 你繼續用力吧 那我覺得 現在他們賴清德跟民進黨 就是反正什麼東西 只要牽涉到中國 就是有危險 就是有問題 就是可怕 就是不行 那我覺得很好笑 這一次中國大陸調查 這個所謂的貿易 關稅貿易壁壘 請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對大陸 進行關稅貿易壁壘 我們不要等對方查 我們自己來問 有沒有 有嘛 我們禁止25009 向中國大陸的產品輸 輸來台灣 什麼理由 沒有任何理由 就是我不想讓你進來 就是這樣子而已 而且你要知道 我們不是常常在講說 大陸今天敬我鳳梨 明天敬我思佳 大陸人家一年敬你一兩個東西 我們從開啟調查 中國大陸今年四月開始調查 到現在十二月 八個月的時間裡頭 你知不知道 我們多見人家六十四項 請問一下誰在貿易壁壘 當然就是我們 你懷疑 可是正常來說 你政府要去面對問題去討論 結果他不是 他說希望大陸能夠回歸WTO 回歸WTO我們就死定了 你知不知道 我們所有的作為 全部違反WTO的原則 你還回歸WTO機制 你腦袋有什麼洞 然後這個農糧署長最好笑 這個人完全吃了賴清德的口水 他們是不是吹我眼上抬清嘴 不然的話怎麼講話 人家在問你農糧署長 我們遇到農產品遇到這種 那一怎麼解決 你就要大陸民主化 這跟民主化有什麼關係 你是賴清德鬼上身是不是 賴清德現在不管回答什麼問題 都是民主自由 你不是跟他一模一樣嗎 成績中2.0嗎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 這個農糧署長 可以直接鬼下台了 你到底在胡扯什麼東西 我都不知道 還叫胡中醫 中醫什麼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民進黨就是 很多東西就在那邊跟你鬼扯 然後拿不出任何的辦法來 然後只會在 躲在家裡頭鬼吼鬼叫 所以吳清德做這個調查 你看願意 一無反顧拼一次的時候 反正這29 不到三成的願意去打仗 其他人都覺得 我幹嘛要打這場仗 然後更好笑的是 我告訴大家 因為一無反顧拼一次 其實是民眾黨的口號 你知道 說阿伯這次出來 是一無反顧拼一次 所以搞不好這29派裡頭 還有很多人以為 這是要選正確的口號 才選到這裡的 我跟你講 所以我說真的 沒有人想要打仗 台灣的主流意見 就是我們不要面臨戰爭 所以如果你不想面臨戰爭的話 你就不應該投給民進黨 有明哥你怎麼看 就包含現在這個貿易壁壘 然後國安人士說 這個是空白血破這樣子 我真的跟大家講 這個事情千萬不要小看 這個非常的嚴重 基本上就是這個選舉會決定 台灣的經濟 尤其是基層的老百姓 接下來的工作生活 我花一點點時間 各位你知道它依據 它那個叫做 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 這個貿易壁壘就是說 我們都進了WTO 也就是說雙邊 我們要彼此開放 你可以保護一些 你比較需要保護的產業 但你不可以有歧視的針對 任何一國 你所有國家的這個產品 你要保護 你都不可以讓它進來 你如果只針對一國 不管是什麼理由 你這就要貿易壁壘 貿易障礙 或者是你刻意把這個關稅調高 不把它這個降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一方面 在ECFA裡面有539項 對方先給我們讓利 讓這個我們的東西進去 然後利這個關稅比較低 另外一方面 我們被指出來2509項 不是炒兜金單 是不讓對方的產品 進了台灣來 舉例而言 美國的豬肉可以到台灣來 中國大陸豬肉 不可以到台灣來 這是為什麼 這是貿易壁壘 我們這邊可以買到 匈牙利豬 我們可以買到西班牙豬 對不對 為什麼中國大陸豬不可以 這是貿易壁壘 除非你說有安全問題 什麼查驗等等之類 你那是每年每年提出報 它完全沒有 2509項是完全 基本上就不讓它進來了 現在這個又增加了 所以各位 這不是經濟脅迫 這個說的話 是我們占人家便宜 但是提提確確 這個是有個警告 在你選舉前 要你想清楚 然後有依據它這個法律 對外貿易壁壘調查規則 第33條 它如果認定你貿易壁壘 它有三個做法 第一個 跟你進行雙邊諮商 第二個 進行多邊的爭端解決機制 就是WTO 第三個 採取其他的適當措施 所以他不會去WTO 去WTO我們馬上死 我們跟他雙邊諮商 對不起 你沒有善意 他怎麼跟你雙邊諮商 賴靖德選上 民進黨選上 就不會跟你雙邊諮商 所以如果民進黨選上 就只有第三條路可以走 那就是報復 這個報復不是負面的意思 美國對大陸提關關稅 所以他也報復 這個是 也就是說你對我壞 我也同樣對你壞 而且我可以跨到別的領域 各位 如果從現在539項裡面 他如果說這539項 你就都沒有好的關稅 我們會受到影響 對大陸的出口 大概17%的產品受到影響 而這2509項大概是3% 所以20% 我們對大陸出口的產品 會受到影響 這個影響大部分 都不是科技產品 都是年輕人 都是薪水4萬5萬6萬的 這些朋友們 你們工作的東西 如果這有20% 不能出口到大陸 你錢哪裡賺 你生活哪裡來 這些的影響會很深刻 好 那是要這樣怎麼看 現在不管是 這個五問來說的話 是不是就是抹紅 然後來掩蓋一些 其他不想要揭露的事情 這個剛剛楊晴豪說 講的ECFA跟貿易壁壘調查 其實真的一點都沒錯 那真是地洞山搖 對我們台灣 只是說我們一般老百姓 聽不懂什麼叫做ECFA 跟貿易壁壘調查 我想說我用比較簡單的話 來跟大家講 ECFA 這是兩件事 ECFA是什麼 在這裡底下有兩個系統 一個叫服帽 一個叫貨帽 對不對 服帽那時候已經被擋住了 現在是貨帽 貨帽當初我們有找收清單 539項 這539項包括 主要是機械類 石化類 還有紡織這三大類 這三大類的時候 譬如說他跟我們找收清單 就是說我只給你收3%的關稅 但他從韓國那邊進口的東西 是10%關稅 這個是雙邊 就是我們單獨海峽兩岸的 貿易一個協議 所以他只收我們 我們現在賣一個紡織品過去 只有3%的稅 但是韓國賣了這18歲 所以我們這東西賣過去 我們有競爭的能力 如果說都是收10% 我們在那邊 就沒有競爭能力了 所以一旦這個ECFA停掉以後 直接關稅 而且最重要是什麼 這是雙邊的關係而已 就是說他隨時就可以喊停 我們那時候訂的條約裡面就是說 不管是大陸他們那邊可以喊停 我們這邊喊停 6個月以後就生效了 就不需要說任何協商 也就是說今天跟你講 說我今天要跟你停 6個月以後就停掉 6個月停掉以後 結果會表現怎麼樣 結果我們這些 台灣這些工廠老闆 石化 機械 紡這些工廠老闆 他在台灣 他收那麼大的乾脆 我乾脆在大陸去開工廠就好了 或者是我到東南亞國家 開工廠就好了 東南亞國家現在是RCEP 就是他們是零關稅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些產業就會出走 就會掏空我們台灣的產業化 然後我覺得最苦的是基層民眾 也就是說這些工人來講 基層工人他就沒有老闆 他就沒有工作可以做了 貿易壁壘調查什麼 就是說我們來講 今天就像楊先生說講 除了豬肉之外還有什麼 就水果你知道 就像我們台灣買不到台灣的水果 可是我們可以去進口 日本 韓國的水果進口到台灣來 對人家公不公平 我們平常講 如果就來講 你不公平 為什麼我大陸的水果 不可以賣給台灣 為什麼你可以 那你水果不夠 你可以去買韓國 你可以買日本的 為什麼你不買我大陸的 我也要賣 那你不賣我的水果 你的水果也不要賣到我大陸來 那最傷的是誰 是基層的果農受到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以後 可能我們一般基層的勞工 農民 漁民 不太瞭解這個厲害的關係在哪裡 所以我這邊特別要講 那真的是地洞山搖 我希望我們老百姓能夠瞭解 我們也要講 這個東西不可諱言 就是大陸選在這個時候出手 也就是說給你有一個月的時間 對不對 30天的時間 讓你一般的老百姓瞭解到 這個厲害的關係到哪裡 事情關係到個人 任何一個政策事件 任何選舉政策 必須要跟個人利害相結 這這些才會有效 我覺得今天中央署署長講這種話 就是他不是無知你知道 其實他是非常有知 他只是找不到畫面 他唯一一個就是 欺騙我們底下這些老百姓 說什麼這個是要民主化 他認為說弄一個民主化 就可以把這事情掩蓋過去 其實沒有辦法的 另外我要講吳欣營這個 他這些年輕人 他認為說他們在打雞蛋 才會有這些人 你現在義務裔 志願裔的暴退率 都已經到那麼高的退伍 都五六千人進去 又發現不適合 都已經退伍下來 你還叫怎麼 還有30真的打仗會去嗎 其實我是抱著 很大的懷疑程度 連當兵都不當兵 你怎麼會去打仗 OK 剛剛最後面講到 美國對台軍售 其實現在美國自己也面對 不管是對內還對外 都有很多的問題存在 先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